潘莉莉这个名字一拿出来 大家就知道 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美人 而她也的确如此 长得好看演技也很棒 而且还多次拿奖 但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 在面对感情时 还是会走一些弯路 现如今 她似乎已经对爱情 没有什么期待了 60岁资深演员潘莉莉 总是演苦情戏码 而戏外的她 感情之路也不顺随 2008年她的丈夫 因为外遇离婚 所以十多年来 她都维持单身 没有想再婚的念头 也不想谈感情 但是反而身边的亲友 都相当替她交集 一直要介绍对象给她 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潘莉莉的表姐 连续找了三名男子 跟她相亲 没想到竟然 全被男方拒绝 原因还都一样 三人回答都是 她是艺人也 应该养不起吧 这样潘莉莉相当难堪 事后她不爽地说 连朋友都还没当 就说养不起 我又不是需要穿金带银 交朋友也都没下文 其实潘莉莉觉得 她没有一定要谈感情 因为单身的她非常自由 十分快乐 不受拘束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后来又有人要介绍 第四个相亲对象给她 基于前三次不好的经验 让她直接拒绝说不用了 想要继续单身下去 之后 曾有拒绝她的相亲对象 在路上碰到 还亲切邀她一起吃顿饭 没想到潘莉莉笑枪 不是说养不起吗 那就不用吃饭 不得不说潘莉莉实在是太直接了 现在没有人再追求潘莉莉了 潘莉莉说她也没时间去想那些 每天就是有戏就拍 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有人问她能不能接受小鲜肉 她想了一下回答道 没有办法接受年纪小的人 同年纪还OK 年纪小就很怪 现在她生活相当忙碌 曾忙到连去三十几个小时都没睡觉 因为脑筋会一直在想工作的事情一直转 但是却比前阵子胖了三公斤 因为拍戏相当劳累 她三餐照吃还吃比较多 不过还是祝福她能遇到真命天子 话说回来 从传统戏剧当家花旦 转型成为戏剧女演员 出道四十年 有着无数的经典作品的潘莉莉 是本土剧的熟面孔 她是杨丽花歌仔戏训练班第一期的演员 演了16年的歌仔戏后 转战台语剧 不止多次获得金钟奖的提名 演技精湛的她 在2008年 更以公式人生剧展艾草 获得韩国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 近年来更在四楼的天堂 与影后谢盈轩联手标戏 被网友誉为最虐母女当 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些小故事 潘莉莉是许多剧组爱找的国民妈妈 有着剧场女神美名的谢盈轩 近年因《花甲大人转男孩》 俗女演成季爆红 更凭借电影《谁先爱上她》的 获得台北电影奖和金马奖双料影后 两位天后级人物 与公式新剧《四楼的天堂》合作 扮演母女 两人个性相差甚大 谢盈轩喜欢低调的 在角落研读剧本 而潘莉莉常人味道生仙道 展现大姐大的热情 平时两人与现场私下互动甚少 一开始因不熟悉对方习性 也经历了一阵磨合 据《镜周刊》报道 有剧组人员爆料 某次潘莉莉聊天声音太大 惹得谢盈轩皱眉 疑似有所不满 对此传言 潘莉莉经纪人新浪表示 我们现在没负责潘莉莉的工作 不便带她回应 而潘莉莉已读不回 谢盈轩经纪人则回应 与前辈合作是一种荣幸 谢盈轩保持学习心态 皱眉同时思考剧本 思考角色 希望大家关注演员们的努力 此外 全新投入每个角色演出的潘莉莉 面对糖尿病也是一样的态度 她坦言 尽管自己当时难过了一段时间 但还是努力学习如何 跟糖尿病和平共存 不仅详细了解糖尿病未教知识 在短时间之内管控饮食 更学习打造出自己的新生活 如此一来 潘莉莉如今谈到糖尿病 已经可以开朗地表示 即使糖尿病找上我 但她也不曾打败我 这完全要归功于 她正面积极地面对人生态度 这点从潘莉莉如何扮演好生活 工作的每个角色就可以看得出 她表示 孩子小的时候 她会利用时间陪伴他们 现在小孩长大了 有各自的生活 自己就养宠物陪伴 另外 女儿忙碌 自己就花点时间帮忙照顾外孙 她笑说 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要照顾好 才有体力去面对 谈到罹患糖尿病 潘莉莉坦言一开始 还真的无法相信 只是觉得自己拍戏的那段时间 常常感到疲倦 于是去看了医师做了检查 没想到结果是 罹患糖尿病 当下脑筋一片空白 还心想不会吧 有点无法接受 不过在医师细心安慰 以及详细说明之后 潘莉莉了解糖尿病 虽然无法根治 但是只要遵照医嘱 做好饮食的控制 依然可以正常生活 对于糖尿病患者 潘莉莉认为 睡眠饮食和运动都很重要 饮食的部分 在顺序上可以先吃蛋白质 和叶菜类的蔬菜 之后再吃淀粉或一起吃 另外 运动也有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 再让有好的睡眠 这些都有助于调整体质 让生活作息可以更好 饮食均衡 营养要够 不只对现代人很重要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更是健康的关键 有几日从事演艺工作 潘莉莉习惯吃便当的日子 便当有肉有菜 看似营养充足 但是多油多盐多调味 吃的时间久了 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要控制饮食就得自己来 于是潘莉莉带着小煮锅去拍戏 放饭的时间到了 就自己烹煮蔬菜 尽管如此 她还是会担心营养不足 毕竟拍戏忙碌可没时间 让她好好计算 饮食中摄取多少营养素 曾经担任糖尿病大使的潘莉莉 也提醒病友们 除了遵照医师的指示 注意医疗控制和饮食控制 平常也要有运动的习惯 再搭配补充对的营养素 同时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多方配合下 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 总在剧里演出和蔼妈妈角色的潘莉莉 演艺事业看来相当顺遂 然而她的婚姻生活 却过得侃侃苛刻 频频受挫 潘莉莉和初恋男友 爱情长跑多年修成正果 这段婚姻 看在许多人眼中都相当羡慕 就连潘莉莉本人 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感到很是幸福 感觉这辈子就是这个人了 因为当年潘莉莉拍戏的时候 老公总会贴心 带吃的东西来片场探班 许多人都说她嫁了个好老公 而她也一直都这么认为 直到她捉到了老公偷吃 一切都变了调 我们很难分得清楚 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为什么当初相爱的两个人 会走到这种地步 随着演艺事业越来越忙碌 潘莉莉发现老公对她的态度 变得有些冷淡 最后果然发现对方背着她外遇 甚至还被她抓了两次 然而她深爱着这个男人 长达30年 也不忍让这个家 因为这样而破灭 因此她原谅了老公 也更加拼命地努力赚钱 她接下来各种演出机会 甚至不惜成本 投资丈夫的新事业 没想到老公一点也无法体会 她的用心 甚至在最后一次被抓偷吃时 还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 这让潘莉莉的心都碎了 也终于忍不住决定离婚 于是 在潘莉莉46岁那年 她与在骊山经营农场的前夫离婚 双方协议前夫每月付给 一对儿女教育 生活费约一万多元 但最近经济不景气 骊山观光客锐减 加上收成不佳 日前已基欠儿女教育费 近四万元 她说 不过她不打算跟他讨 她跟儿子说 等五月算苗收成 就会会钱 但儿子女儿注册不能等 我就先付了 让潘莉莉气愤的是 为让儿女拥有父爱 她希望前夫能长到台北看小孩 但前夫无心 短则一个月 有时长达三个月 不曾探望小孩 前天好不容易 到台北探望儿子 她避开让他们共享天伦 不料前夫原本答应 陪儿子打篮球 但回家不到一天 隔天跟儿子说 要回离山 却又在儿子面前 跟朋友说 要陪儿子打球 不想回去 她不开心地说 她还是这样一直骗人 利用小孩当挡箭 以后要怎么教小孩 连我儿子都感觉到 她没有心 我也不会让她再见小孩了 她没钱没关系 但她利用儿子骗人 我以后不会再让她见小孩 而杨瑞一一直未接电话 对此也一直没有做出回应 尽管终于摆脱了这段 让她山痕累累的婚姻 然而潘莉莉在提到 前夫时心情还是有些复杂 因为在以前 每当潘莉莉工作不顺随 对婚姻没有信心的时候 前夫总是跟她说 不要忘了 我们永远要做最好的一对 当时前夫的这句话 是她每次从挫败中 再站起来的动力来源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她才愿意给对方 那么多的机会 只是前夫一直不愿好好珍惜 点人间的情分 如今 潘莉莉离婚十多年了 这些日子来都单身一人 没在找对象 虽然亲友甚至小孩 都劝她找个老伴陪陪 但她反觉得自己一个人 挺自在挺不错的 对于感情也不再强求 如今她更加琢磨在自己的事业上 专严自己的演技 今后为自己 为小孩努力 老公都劈腿那么多次 再忍下去 真的太委屈自己了 离婚不一定是坏事 自己一个人 也是能过得幸福又快乐的 就像潘莉莉这样也很不错 潘莉莉的想法 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感情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也千万不能把全部的时间 都放在这上面 因为感情只是生活的调剂品而已 如何过好生活 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希望她在未来的日子里 还能够意义发光 毕竟岁月从不败美人 感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